家人们白竹也是终于登场了 作为一个草戏盾奶角色强度如何 是否值得抽取 圣衣物与配队又该如何选择呢 这一期视频告诉你 白竹五星草戏辅助法师角色 异技能对敌方遭伤伤害后 进行全体治疗 Tree给场上的角色每两秒掏一次盾 但是这个盾是比较脆的 但是也可以当一次看打盾来使用 然后这个角色突破材料是这些 不知道大家的材料与摩拉攒够没有 下面讲一下武器推荐与圣衣物推荐 五星武器首选专五 碧落之龙 次选不灭月华 四星武器推荐 世祖金破 技里残章 白尘之环 这里推荐平原玩家可以优先使用世祖金破 这个武器还是非常适合白竹的 圣衣物推荐二花海 二千岩 队伍里如果没有人带草套的话 他也可以带草套 主次条推荐 生命或充能杀漏 生命碑 生命头 副次条推荐 生命大于充能大于精通 命座推荐 零命 一命 二命 好了 下面就到了最最重要的角色配队环节了 白竹作为瑶套的上位 基本上是可以带瑶套的队伍中 同样也可以替换掉瑶套带上他 所以第一套推荐的阵容是 尼璐 埃尔海森 叶蓝 白竹 这套阵容中把原有的瑶瑶代替了 换上了埃尔海森与白竹 如果你没有埃尔海森的话 也可以用卡为镜代替 这套阵容也是解决了 心海化地为牢的问题 与此同时也给了尼璐一个抗打断的能力 并且整体的伤害也比之前有所提升 第二套推荐的阵容是 赛诺 叶蓝 草神 白竹 这套阵容中的赛诺也可以用雷泽 叶蓝也可以用行秋竞代替 这套阵容主打的是超级战 第三套推荐的阵容是 埃尔海森 巴龙神子 草神 白竹 这套阵容主打的是激化 白竹是代替了原有这套阵容中的 钟离的位置 最后讲一下抽卡建议 白竹这个角色算上是 钟离与新海中间位置的一个角色 与此同时 还是瑶瑶的尚未替代 如果你的阵容中有需求 需要把新海或者是钟离 放到其他队伍的话 你可以抽一个白竹 来减缓你的阵容压力 除此以外的玩家 目前不建议抽取 更多算得上是一个 未来可期的角色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也先给大家带在这边了 喜欢我的视频也是 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 本期视频点赞过3000 立刻更新下一期 我是鬼人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